波音最近工会和波音公司协商 结果最后又破局了 波音的财报几乎已经砍半了 而且它的整个亏损非常的大 工会继续的罢工 即使公司承诺加薪35% Intel也是如此 而这两家公司它所以落入这个情况 很大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所有公司都过度的金融化 求财报 求股价好 因此不会去投资足够的R&D 然后永远都在思考 我这些CEO怎么通过很漂亮的财报 很好的股价 因此我们可以分配到最好的bonus 最好的丰厚的利润 那这个最好的丰厚利润是指CEO个人 并不是这家公司 而长期金融化的结果 就让这些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 波音支撑的不是波音本身 它是一整个产业链 Intel也是 所以它当然会危及到美国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 它是美国的引用吗 我写的答案是yes and no 为什么是no呢 因为美国现在它的经济成长率 去年跟今年分别是2.8%跟2.2% 它领跑所有的先进国家 而领跑现在的国家的很大原因呢 虽然波音表现是这样 Intel表现是那么糟糕 为什么还领跑呢 因为它2000年开始 也就是2008年开始进行的 页岩油革命完全成功 它大概对美国的GDP的贡献 高达10%左右 这使得美国现在变成一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国家 另外是美国在AI 还有BioTech 生物科技方面的竞争力 使得美国在全世界 可以说是独领全球 那这几个加起来 使得美国的GDP非常的高 然后经济继续成长 可是为什么我写了一个答案 说波音跟Intel 他们的隐忧对美国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还有一个答案叫yes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主要的问题 就是它的制造业不景气 然后呢 因此很多制造业是外移的 那接着就制造业主要的工作者 就是一般的 比较中产阶级以下的所有的人 所以就出现了分配的问题 所以当美国只有 我刚刚讲的AI 页岩油气 还是另外一个 只有哪几个州才有吗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燕油气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你在biotech 这个生物科技方面 那造就的是最上面的一小群人 那他们因此的金融化 所造成的富有的人 越来越富有 因此还造成严重的一个分配问题 所以或许美国的总量GDP 看起来是分别成长 2.8% 2.2% 零跑全世界主要的先进国家 不像欧洲一塌糊涂 不像德国目前两年 都是负成长 更不像法国现在的公债殖利率 高过了希腊 高过了西班牙等等 不像他们这些国家如此 可是美国自己本身 它还是面临它国内 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更重要的这个政治是什么 是分配不均衡产生的 这个分配不均衡的 很大的一个部分理由 就是它的制造业的流失 那如果Intel再垮掉 这家晶片龙头垮掉 你可以想象它下面的 整个一条产业链都没了 那波音更是 波音从钢铁 到里头多少一个飞机 所有的产业链 整个通通都垮掉 美国不会让波音垮掉 波音虽然不是国营事业 它跟国营事业差不多 它还生产军火 美国也用它的国家力量 逼迫到它通通都要买 它的波音不可以去买Airbus 等等等等 它等于是变相的补贴 变相的国家福祉的一个产业 所以它需要波音这个产业 那这两家公司 所呈现出来的问题 是美国所有很多 重要的制造业过度金融化 而所谓的CEO产生道德风险 他的董事会全部都在追求利润 不是在追求一个公司的成长 所以形成了一个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 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也是川普主义在崛起 它主要的经济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IMF22号 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将2024年全球经济成长 预估值维持在3.2% 2025年则下修0.1%至3.2% 至于个别国家 美国依然领跑其他 以开发经济体 在薪资与资产价格上扬 带动强劲的消费支出下 IMF上调美国2024 与2025年成长率 至2.8%与2.2% 远高于欧元区的 0.8%与1.2% 美国也是IMF 唯一调高成长率的 以开发国家 相较而言 曾是欧元区经济火车头的德国 由于其制造业仍苦苦挣扎 预料今年将为零成长 IMF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美国联转会追求的软着陆 也就是使通膨降温 但不对就业市场带来巨大损害 这目的基本上已达成 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封面故事 以美国经济让全世界艳羡为标题 文中指出 过去30年 美国将其他富裕国家远远甩在后头 1990年 它约占七大工业国GDP的五分之二 如今则占了一半 其人均产出比西欧高出约30% 比日本则高60% 美国的成功 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是拥有丰富能源的先天优势 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 页岩油革命 大约推动了美国经济成长的 十分之一 此外经济学人指出 良好的政策也很重要 疫情期间 美国1.9兆美元的 超大规模振兴措施 虽然推高了通膨 却也确保了美国 自2020年以来 经济成长了10% 是七大工业国 其他国家的三倍 美国的民间企业充满活力 吸引了移民 创意和投资 拥有全球最大的火箭发射产业 以及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单单亚马逊一家公司的研发费用 就超过英国所有企业的 总和 但在这一片经济大好之中 美国制造业却传出了重大隐忧 30年前让全世界敬重的制造商 英特尔和波音双双岌岌可危 英特尔以暂停发放鼓励 大量裁员 大幅削减资本支出 更成为收购的标的 华尔街日报在这篇标题 波音与英特尔的危机 是国家紧急事件文章中剖析 英特尔和波音今日的处境 是源自于自身问题 以波音来说 为了迎头赶上其死对头 空中巴士在升级A320的引擎后 节省了15%的燃料 也为空巴省下大笔成本 波音同样不打算重新设计飞机 但在设法安装了更大的引擎后 为了防止机鼻过度高耸 波音借由软体系统MCAS 来自动压低机鼻 结果却是两起坠机惨剧 生产延误和员工长期罢工 也让波音局部维艰 波音工会日前投票 否决了资方提出的加薪提议 决定继续罢工 至于英特尔从放弃 为苹果第一款iPhone 制造晶片的机会 因认为这不会带来足够的利润 结果接连错失人工智慧的热潮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万一美国失去这两 两家公司的任何一家 将牵连整个行业 因为他们各自 职呈着一个由设计师 劳工 管理者和供应商 组成的多层次生态系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 美国也需要这两家公司 在飞机与半导体制造上保持专长 尤其与中国的角力 也体现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 但美国推动加成关税 提供补贴 恐怕解决不了波音和英特尔的根本问题 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示警 即使目前美国经济因为实力坚强 尚未翻车 这不表示其经济可以一直免受政治波及 目前贺锦丽和川普都把重点 放在保护自己支持者的政策上 而非扩大整体经济 也不设法控制预算赤字 目前美国预算赤字约占GDP的6% 这通常是战争或衰退时期 才会见到的比重 经济学人认为 川普对美国卓越的经济 构成最大的风险 他提出对进口产品磕增毁灭性关税 并启动大规模计划驱逐数百万非公民 这些人早已融入美国的劳动市场 如果推动美国经济前进的良性循环 出现逆转 届时 有毒政治就会更深蒂固 或许有胜转衰的转列点 不会立即到来 但经济学人分析 政客的每一个错误 都会让美国经济 离分崩离析更近一步